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客场输给太阳 胡人这场比赛并没有出乎外界的意料 毕竟失去了詹姆斯之后 尽管胡人也迎来过一波三连胜 但实话实说 他们这波三连胜的对手实力并不出众 就算是篮网 他们也遭到了背靠背体能的影响 不过 与太阳的比赛中 胡人方面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插曲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由于布克对李福斯的恶意犯规 以及艾顿站在李福斯身前挑衅 站在一旁的贝弗利 直接从背后一把推倒了艾顿 双方爆发了冲突 在贝弗利推完艾顿 并且双方发生冲突互喷垃圾化之后 贝弗利静止离开了球场 他自己也很清楚 这样的行为过后 他不可能不会被驱逐 再后 对于贝弗利的行为 球迷们在社交媒体上有着激烈的讨论 由于他此前有过背后推保罗的举动 不少人谴责贝弗利 这种从背后推人的行为 与此同时 NBA官方也对贝弗利给出了额外的处罚 早些时候 NBA官方正式宣布 贝弗利因为在背后推艾顿 他被追加了三场比赛的禁赛 NBA官方在声明中如此写道 联盟此次决定的考虑因素 包括贝弗利过往不符合体育道德的行为和历史 贝弗利被禁赛 反而包括胡人球迷在内的一些人认为 贝弗利没问题 至少就这次事件来看 贝弗利的做法没问题 作为胡人的精神领袖 当球场上出现这种年轻球员遭到对手侵犯的时刻 胡人需要有人站出来为他出头 这个人最后大概率是会被驱逐出场的 威少詹姆斯 浓眉都不可能去做这个恶人 在胡人夺冠的那个赛季 贾里德·杜德利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而本赛季毫无疑问 贝弗利成了胡人的恶人角色 包括农媒以及当事人李福斯在内的胡人成员 都为贝弗利发声 特别是李福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李福斯称他在事后四至五次对贝弗利表达了感谢 并且李福斯表示 在他们阵中 如果有其他人遭到对手的挑衅 或是类似的恶意犯规 那他们都会站出来 另外在被禁赛之后 NBA方面也确认 这三场比赛 贝弗利会被扣除工资 他每场比赛的平均工资接近9万美元 也就是说 三场比赛下来 贝弗利将会被扣除接近27万美元 不过 对于胡人球迷来讲 贝弗利成了他们的英雄 实话实说 如果没有贝弗利的话 当李福斯面对这种挑衅之后 很难想象胡人内部会成什么样子 本赛季 贝弗利的年薪达到了1300万 作为胡人修赛期的最佳引员 其实 贝弗利截至目前在进攻端的表现 并没有达到预期 作为胡人的先发后卫 贝弗利场均只有4.1分3.9篮板2.9助攻 他的投篮命中率和三分命中率 分别只有26.6%和23.8% 可以说 本赛季胡人在进攻端最让人失望的球员 就是贝弗利就算是新秀赛季贝弗利场均都可以拿到5.6分 他的得分 两项命中率都来到了生涯新低 他生涯的投篮命中率和三分命中率 分别达到了41.1%和37.5% 显然 贝弗利在进攻端迷失了自我 他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准 并且和自己的常规表现差距巨大 不过 能够依旧稳定在胡人的首发阵容当中 贝弗利在防守端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贝弗利的在场净效率排在胡人队内第三 仅次于李福斯和农梅 这两人都是胡人阵中攻防俱佳的球员 足以见得贝弗利的防守有多么出色 只要他在进攻端的投篮手感可以复苏 那么贝弗利也会是一名 在攻防两端都能提升胡人表现的球员 此外 不少胡人球迷认为 贝弗利就是胡人的追梦格林 他是一名时刻都会保持激情和活力的球员 他也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情 就算投篮不进 贝弗利也清楚他可以用其他方式影响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 在贝弗利确定被禁赛之后 勇士前锋追梦格林第一时间站出来为贝弗利发声 格林在个人ins上如此写道 禁赛三场的结局可有点太过了 不少球迷调侃称 追梦拳击队友都不需要进赛 贝弗利这么推一下进三场 这确实有点多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九胜十负 西部第十一 在本赛季赛程快过去四分之一的情况下 作为未免冠军 勇士的表现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在核心阵容相对齐整的情况下 他们完全没有了过去这个赛季十八胜二负开局的气势 尽管库里打出了三十二点三分六点七篮板七点一助攻的场军数据 这只勇士依旧举步维艰 这种情况无论是谁都很难想到 勇士已经开始为他们管理层的运作付出代价了 在勇士与快船的比赛中 克尔在球员轮换方面做出了一个改变 这个改变正是为他未来的一个决定做铺垫 尽管克尔还没有改变先发阵容 但在球员轮换方面 克尔已经更多让追梦格林和替补球员一起出场了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克尔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我们考虑再次把追梦放到替补席 为替补席增加一个持球点和组织者 另外 这也有助于替补阵容提升防守能力 显然 克尔在勇士和快船的比赛中 就已经开始让格林和替补球员们更多一起出场了 单单从这场比赛来看 效果还算不错 然而 就算效果不错 说实话 如果克尔真的让格林打替补 那勇士对待他们的四冠功勋成员也太不尊重了 虽然库里在此前的季后赛打过替补 但库里当时替补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 我们应该承认库里很无私 他为了保证勇士的化学反应 甘愿接受替补的角色 不过话说回来 库里替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当时他刚付出有出场时间的限制 替补出站能更好控制库里的出场时间 此外 大家心里都清楚 库里只是暂时打替补 他并不是定位替补 只要他想 他可以随时回到先发阵容当中 可如今从克尔的表态来看 他让格林打替补看起来像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说实话 勇士对于格林真是不够尊重 就拿克莱来说吧 后者受伤之后 勇士给了他一份五年1.9亿美元的合同 连续缺证两年 在付出之后 勇士也从没有让克莱替补的想法 后者的状态起起伏伏 在场上一度表现糟糕 攻防两端都不奏效 在一些比赛中 克莱自己跟自己赌气 他出手了大量的不合理投篮 这些都让勇士球迷感到气愤和无奈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勇士也从没有想过让克莱替补 科尔更是力挺了克莱 勇士给足了克莱耐心 让他找状态 如今 勇士放走了小佩顿 波特 安德森 李 这些防守能量十足的替补球员 又给了普尔超级顶心 结果 在替补实力孱弱 防守问题不小 普尔在组织方面难堪重用 难以带领替补的情况下 勇士这时候想起了格林 还打算让他替补出战 怎么说呢 勇士不仅没有给格林足够的尊重 他们看起来还想榨干格林的剩余价值 一旦格林被放到替补 再回首发就很难了 可以参考胡仁后卫微少 这种不是以伤病付出为由 进入替补阵容的球员 想要重新回到先发阵容 难度都不小 这也是勇士坚决不让克莱替补的原因 而如今的格林就面临了这种艰难情况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在面临续约的问题上 格林不止一次提到过 他想要签下一份大合同的想法 不管是留在勇士 还是去到其他球队 所以格林首先考虑的是合同的金额 在采访中 格林明确说过 在NBA打球 在他看来就是一份工作 他需要为自己的儿子着想 需要为自己的孙子着想 格林也很清楚 下一份合同将会是他职业生涯 最后一次拿大合同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在普尔 维金斯先后提前和勇士续约的情况下 格林被忽视的原因 然而进入常规赛之后 勇士才发现 格林才是他们阵容中 最关键的人物之一 普尔的合同已经开始 让勇士内部一些人士 感到无奈了 就拿这次 克尔想要提升替补组织 和防守能力的需求来说 克莱达不到这个效果 维金斯带替补也无法串联进攻 在防守端 格林的效果也比库里更好 格林才是那个最能解决问题的人 勇士给了库里 四年2.15亿美元的合同 他们对克莱足够耐心 伊格达拉也在勇士拿到了养老合同 普尔更是得到了顶星合同 唯独格林 勇士对他的尊重显得不太够 勇士对他的尊重显得不太够了 勇士对他的尊重显得不太够了